《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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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的報告 全球每17個人當中 就有1個人患有糖尿病 糖尿病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型糖尿病和遺傳有關 患者只能夠終身使用而倒數 這類患者只佔10% 而第二類型的糖尿病 和後天生活型態有關 佔90% 糖尿病患者的典型症狀 是三多一小 吃得多 飲得多 尿多 體重減少 不過現在非典型症狀的患者 就越來越多 三多一小的症狀 逐漸變得不明顯 但是就有以下的症狀 經常疲勞 容易感到累 睡不醒 難起床 還想多睡一會 視力模糊 肢體有麻木感 傷口不容易復原 台灣新光醫院內分泌主診醫生 江儀倫指出 不少人患糖尿病之後 是因為中風 心肌梗塞 或視力模糊 傷口不容易復原 才發現患病 而這些都是糖尿病的併發症 江儀倫說 糖尿病就是 器官浸在糖水裡 因此對全身都會造成影響 除了中風 心肌梗塞 還會有 視網膜病變 牙周病 腎臟病 神經病 以及糖尿病 腳等多種病發症 加拿大安大內省中醫 劉新生解釋 這是因為血管長時間接觸糖水 加速硬化 腦化 微循環很快就會出現障礙 他說微循環直接供應組織細胞氧氣 營養 當微循環出現障礙 就會造成神經和器官受損 引發病發症 病發症又可以分為慢性和急性 這些病變 往往是不可逆轉的 甚至可能會直接奪去性命 慢性病發症包括大血管病變 小血管病變 主要有神臟和眼睛的病變 和神經病變 而急性病發症就包括高腎性昏迷 血糖在短時間之內上升造成的昏迷 和糖症酸中毒 即是胰島素不足 造成身體產生酮酸 令血液變酸 也會令患者昏迷 江儀倫強調 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病發症 因此患者一定要好好與醫生配合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要進行自我血糖檢測 平時要均衡飲食 不要喝含糖的飲品 不要吃太多水果 並且要保持運動習慣 令病情得到一個好的控制